我们收到K小姐的报料 她去年3月在油麻地发生交通意外 凌晨4点多 她坐的的士 走到家事居道和佐敦道交界 被另一辆的士撞到 事后严重受伤 身体多处骨折 还因此患上创伤后压力症后裙 简称PTSD 其实直到现在已经事发了一年半 医生其实断定了几个病毒 眼睛有重影 有我们的创伤后遗症 由颈椎到整个背部 都是比较硬的 因为其实我也是刚刚 这个星期二才做完手术 我们的律师已经刚刚粗略估计 截到2023年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用了五百多万 经过警方调查 证实是另一辆的士 冲红灯而引发意外 并已经将案件提交法庭 最离奇的是 法庭发了传票给摄氏司机 他竟然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 由去年的九月、十一月 今年的六月和今年的九月 都已经不停传票给当事人 但中间当事人从来都没有现身 曾经过在西鸡龙裁判法院 PTSD对K小姐的影响很深远 除了不能上班 他还受到很大的精神困扰 可能哪怕是一些我们的MRI 真的看到的报告 是已经没有骨折了 受伤的地方已经康复了 但是你的肉体 你的身体上的机能 告诉你 是很痛得你睡不到 接着要不停地吃很多精神科药物 症状剂 甚至是止痛药 我的精神科医生也有跟我说 我最大的问题 走不出这个阴迷 就是被告人从来都没有定罪 令到我的情绪很波动 趁冬章帮助这么多市民的情况下 看看能不能将这个漏洞堵塞 去找那个司机上庭 作出一个正确的裁判 他如果有片子 告诉警方他是冲了灯 他承受他应有的法药 就已经可以了 就着事件 我们也向警方查询过 他们回复指 事件已经进入了法律程序 警方会密切留意事情发展 据了解 经法庭传召而未能应讯的情况 当时有发生 最终法庭也有办法 令当事人出庭 而过程虽是一年半 也不算特别久 希望事件尽快处理 给事主一个公道的结果